网红小红老师 遇前控诉Nono性骚扰 所以又跟爆出近30位受害者 小红老师也对Nono正式提出告诉 该案件也已进入司法程序 没想到近日小红老师在社群上截图爆料 就在刚刚陈先生不小心来按到我赞 又赶紧收回了 看来他真的很关心他的新闻 其实在整个事情发生后 Nono没有给过一句道歉 只表示要深刻反省 引发受害者不满 近来媒体接收到的爆料持续增加 受害者中还有未成年的 甚至说法都相当可怕 引发外界哗然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